Hi baby们 我是你们的妈咪小甜 今天我要讲的是央视热播的电视剧 大声的女儿 她已经完结了 剧播期间热搜少得可怜 但是收视率不错 大结局之后开分 豆瓣9.1分 今年第一部上9分的古产剧 她值得 看这部剧的我全程都是又哭又笑 她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原型是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30岁因公殉职的黄文秀 女主角黄文秀 她是北师大研究生 学历好有很多工作机会 摆在她的面前 她本来可以留在大城市发展 同时她的家乡广西定向 选掉深宣讲团的工作人员 找到了她 对于一般人来说 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大城市的工作 黄文秀却犹豫了 因为她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学生 收人资助和靠国家助学精读的大学 看到家乡贫困的资料和照片 穷苦过的她深有体会 她的老乡问文秀 如果我跟你告白 你愿意为了我留在北京吗 文秀摇头反问 那你会为了我跟我回家乡吗 老乡愣住了 说绝对不 反问的好 这段奠定了黄文秀的性格 她会坚定地走自己想走的路 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决定 回去建设乡村 去白泥村担任第一书记 开展了服务品的工作 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黄文秀的面前 怎么帮贫困户脱贫呢 贫困户穷的原因有很多天灾人祸 由家里失去经济支柱的 或者是生了场大病 拖垮了整个家庭 更可怕而是 其中有的人穷着穷着穷习惯了 觉得反正我都穷得家徒四壁 再怎么努力都不赚钱 还不如拿低保换日子算了 黄文秀还面临了一个工作难点 村民们不懂法 有时候沟通起来很困难 不仅要讲法律规范 还要照顾供序良俗 黄文秀刚开始是焦头烂额 事情太多了 顾东管不了西非常沮丧 黄文秀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他也是穷过来的 他很清楚地意识到 扶贫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 要让他们正式脱贫 不能让他们饭便宜 要让他们有持续赚钱能力 和稳定的经济来源 文秀每天深夜看书查资料 找能够脱贫的办法 方案附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一直吃闭门跟着他丝毫不气馁 你偷我追让你插齿难飞 从刚开始的手忙脚乱 到后面的游刃有余 有困难就想办法 他一家家的走访 村民们不配合 那就了解清楚村民的需求 挨个击破 一年多的时间 让88户顺利脱贫 但他知道有干部 可能会谋取私利 损害村民利益 而且这个干部的官职 比他大很多的时候 他丝毫不虚 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出最狠的话 干掉他 他什么都干 包括养风养猪 种沙坛局 严人羊绒我们都只是体验一遍 都觉得很难了 但是这些黄文秀都干过 他努力和村民们打成一片 平时看望孤寡老人 大家发现他是真的干实事 是真心为村民好 他用真心换来了真心 他获得了所有人的爱戴 你不会觉得剧情牵强 因为他值得 除了黄文秀 这部剧最亮眼的 就是优秀的女性群像 这部剧做的最好的就是 没有狗血化 爱化女性角色 女性角色不需要 亲亲爱爱来润色 事业线也能很好看 女干部们干活 一个比一个麻利 大家一起建设乡村 罗杰是妇女主任 她丈夫也是村里先富起来的人 除外技术 不肯帮助其他村民脱贫 我都能想象 穿头烂剧是怎么写这个角色了 肯定是尖酸刻薄 偏心丈夫谋私利 但这部剧完全不是 罗杰其先不太管丈夫的厂业 知道其中的不公平之后 她想要说服丈夫 结果失败了 丈夫不愿做出改变 脱贫事业间接受影响 她愧疚极了 丈夫哄她 你干啥工作呀 我又不是让不起你 罗杰吃之以鼻 你是要我围着你转 瓜布兰双印 丈夫早早去世 她带着两个女儿艰难生活 双印节的大女儿金凤 刚好在青春叛逆期 一时走歪了 希望妈妈和前经理在一起 觉得摆脱贫困最好的方法 就是嫁个有钱人 刚好文秀大学的师弟师妹们 来下乡调研 文秀安排两个女大学生 住在双印节的家中 让他们跟金凤 讲讲外面的世界 金凤逐渐被感染 妹妹在疑惑 一个女干部 一个女人 有必要这么拼命吗 的时候 姐姐们微微一笑 宠物的命运 是由主人的喜好来决定的 只有自己选的路 在前行中 总会获得幸福和快乐 以便树林分出两条路 我选择了人际最少的路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同时 他们营造学习的氛围 来感染小妹妹 让她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妹妹决定读大学 走出去 女性的力量 女性的榜样 真的很重要 大生的女儿为什么好看呢 她证明了扎根于人民的电视剧 就一定会很好看 看幕后采访 我大受震撼 我看到了主创团队的用心 真的太用心了 他们反复强调 一定要真实接地气 我们看到了剧本演员浮化道 都很真实 很多男方戏 大家都操着一口北方口音 难免有点出戏 大生的女儿导演 编剧演员大部分都是北方人 对广西了解不多 他们担心把广西系派成北方系 想要更还原 用心做了功课 主创收集了各种广西资料 消化并运用 还贴心的将剧中方言 分为三种 演员们都是从零开始学方言 虽然听起来还是不太标准 但真的是用心努力了 为了真实在线 当时贫困村的状况 这部系都是在偏僻大山里实景拍摄 条件非常坚固 每一步都是悬崖峭壁 河畔山路 光是在交通上 就花费了无数时间 大部分演员都是走着过来 走着回去 打着手电 抹黑回去 在角色塑造上 主演杨蓉和导演一拍即合 不故意伟大化 不故意煽情 拒绝假 打空 黄文秀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也有犹豫 遇到困难受到委屈 他也会哭 除了优秀的女性群像 其他角色的塑造 很出色 里面没有你特别讨厌的角色 村民们都很可爱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 贫穷的村民 应该是刁钻的懒惰的 爱上便宜的 无赖的距离传达出一个观点 用穷山恶水出雕名 来形容穷人 是非常偏激恶极管的 这是一种冷酷的 高高在上的姿态 一开始他们这些 第一书记在一起的时候 也吐槽过村民 但是后来发现 村民们纯不善良 更加同情村民们的遭遇 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 比如黄元君 看前面你会很生气 他是个懒汉 再加上迷信封建 不肯牵粉 说会坏了他的自尊 影响凶路 但是看他牵粉前 犹豫不决 在父母坟前 嚎啕大哭 你会同情他 觉得他也是个可怜人 就比如昌龙 作为村里最富有的人之一 爱钱又自私 前期宛如一个大反派 喝酒装疯卖傻 笑着碧文秀支持他 你会觉得他是个笑面虎 但实际上他心眼不坏 他没有完成扶贫 他也很内疚 看到别人出事 他非常担心 而且他对老婆还不错哦 后面他们夫妻俩 已经成了我的快乐云泉 最让我感动的剧情是 最后面昌龙琵琶出事了 台风天鹿被堵死了 晕不出去 他就会破产 文秀立刻动员党员村民 需要找一千人帮忙 扔肉 运琵琶 有人还不信 村民们和昌龙有矛盾 平时也不喜欢他 怎么会有人来帮 但是文秀反驳 你也太小瞧我们了 是的 村民们不计前嫌 只要昌龙需要帮助 他们顶着风雨 都来了 每个人来回走 五趟路 运琵琶 冒着大雨 挨个运琵琶的人们 就像是在长征 画面十分震撼 这不就是我们的长征精神吗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长征路 是文秀的努力坚持 也是村民们的善良朴实 大山的女儿看的人 又哭又笑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真实的故事 更感人 黄文秀是真实存在过的 英雄人物 村民们是真的 喜欢文秀 村民们哭得 比演员还要真 会演戏的演员都演不过 真情实感的村民们 因为看到后面 越远觉得难过 像是文秀的生命倒计时 黄文秀期盼着全面脱贫 期盼着村里修路 2019年黄文秀去世 他看不到村里修好通路的一天 看不到全民脱贫的一天 黄文秀的爸爸在2022年2月去世 遗憾的是 文秀爸爸最终没有赶上 电视剧的播出 之后大结局 黄文秀30岁的生命 停留在了30级 当黑白照片出现 无数人泪目 为什么说黄文秀伟大呢 用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黄文秀的颁奖词来说 有些人从山里走了 就不再回来 你从城里回来 却再没有离开 来的时候坠坠 怕自己不够勇敢 走的时候匆匆 留下最美的烧花 白色的大山 你是最美的朝霞 脱贫的战场 你是醒目的黄花 有好几份官鲜亮丽 轻松赚钱工作 摆在他的面前 他本可以选择安逸的生活 但是他却选择了人最少 也是最艰难的路 那就是扶贫 安德管煞千万间 大逼天下韩世 举欢言 高学历的他放弃 而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 回到了他爱的家乡 他在日记中写道 很多人从农村走出来 就不想再回去了 但总要有人回来的 我就是要回来的人 他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人 向所有在扶贫事业上 工作的人致敬 好了 今天娃娃就讲到这里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关注娃娃娃妹 娃娃在这里 等你哦